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辛慰辛丑勿生甲淫 这个提问者是说 这个女生已经三十好几了 可是她一直都没有婚姻 她什么时间点 她的婚姻才会出现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从她的本命可以看到 是不是甲木 她去刻木头 所以她是一个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她的地支 又是为丑土去申申金去刻银木 所以她的地支又是一种食伤自煞 这一种情况 她的官运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又食伤自煞 她来讲 她就必须去处理掉这两个 对她感情上不利的一个情况 她要先处理掉一个 另外一个 只要等她好的时候 她的机会就会出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她现在进入的是乙世大运 乙世大运的时候是不是四生一合 四生一合 她的荧木 就会出现 她的一个天干 她的一个天干 其实基本上并没有 说是 在加 就是说 她只要让她的天干的日主受克 如果这个像能够变好的话 基本上她的一个机会就会变得很大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说 这是她今年才进来的运 她之前是在甲城 甲城的时候 你看土生金更克责 然后两个甲木夹着她 基本上那个是更加重 现在进入了乙世的时候 她地支 她就已经脱困了 她变成 荧木去克 做宠谓土 来讲的话 最起码 荧木 她是复活的 所以她地支的这一个不顺 她已经先处理掉 接下来就是天干甲木克戊土的 这一种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说 甲木克戊土 她要怎么去处理她的一个运程 我们就来看 石天干 她一定跑得到 甲 甲 这当然不行 乙 不行 丙 丙心合其实没有用 丁 稍微的可以一点点 物 是可以的 甲几一合 当然可以 羹 也 乙羹合其实基本上没太大的一个作用 心 润 水生木更克 这当然不行 回 所以其实在她的一个运程里面 她比较能够用的就是物跟己 丁跟心都只是稍微减轻 稍微减轻 这时候稍微减轻 她还是有一点点机会 但是绝对不像这两个机会那么大 所以 我们就会知道 现在呢 是心丑 拐楞尹 魁 拐甲乙丙 所以她基本上 她假如要等时间 你会知道 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当然 她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 就是甲木流年的时候 透过流年受伤的时候 天干他直接脱困的一种像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来讲 是不是在假如要等时间 这个八字就要等非常非常久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假如其等时间 倒不如现在空间帮你自己吧 我们会知道物跟己 是最好用的 也就是说 他八字就是要比肩劫财 比肩劫财 透过比肩劫财的方式 来让他有婚姻 有感情 就是透过朋友的介绍 或者去参加这一种 团体活动 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他比较能够去认识到另外一半 而且对他也会是比较有利的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帮我按赞或订阅我 这些都会对于是我创作上的一种支持 我们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